主力籌碼定多空 股市的多空絕對不能用拆的 不能用拆的 絕對不是操作指數 絕對不能每天什麼上多下空 亂搞一通 不可以 你要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方向趨勢要十分的清楚 你才能掌握大波短的獲利 股市方向趨勢不是用拆的 你要根據主力籌碼結構 所以你一定要懂主力籌碼 到底是進貨轉多 還是出貨轉空 這個要分清楚 AI程式就是第一時間 主力籌碼計算 對不對 計算市場主力籌碼多空 你才能掌握趨勢嘛 你才能掌握大波段倍數的獲利嘛 指數400點就一倍了嘛 來 全國都這樣 4月份帶著全國同學 全力向下放空 4月份 你加入我的LINE都十分清楚 領先市場 4月份從1萬1全力放空 當時沒有人要相信 跟著我們全力空下來 800多點啊 有沒有倍數行情 800多點 兩倍啊 從5月底 苦口婆心 告訴你要進行逼迫的反彈 有沒有 告訴你逼迫反彈 空單回補 反手全力翻多 那甚至在端午節前 拉回來還是多 那整整經過了什麼 12345 5波 有沒有 12345 到了上禮拜 攻到109994 又快要800點咧 又要800點咧 有沒有 所以從4月份 你聽張老師的話 主力籌碼結構 一路轉空800點 從1027全力翻多 又快要800點了 來 這1600點都已經過去了 那就不談了 兩趟就已經1600點了 我張老師有做錯看錯嗎 主力籌碼有講錯嗎 你加入我的LINE 這1600點都是你的嘛 對不對 清清楚楚 從上禮拜10994 我跟你講什麼 請問同志 這個圖從上禮拜 一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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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跟你預告 這是什麼 第五波叫做什麼 陌生段 這是出生段 拉回修正 第三波主身段 拉回修正 第五波叫做末身段 末身段 什麼叫末 什麼叫末 The End 有沒有 每次看完電影有沒有 The End 這叫末 那末身段結束之後 已經告訴你的行情 會向下怎麼樣 會向下灌破原始上升趨勢線 會進入中期修正 所以上禮拜已經斬釘截鐵告訴你 接下來有百點對不對 有百點以上的獲利 全國投資沒有 所以從上禮拜苦口婆心把握放空 會有百點的獲利 來 全國投資 上禮拜 10994已經警告你了 指數把握全面放空操作 會跌破上升趨勢線 請你告訴我 有沒有命中 有沒有命中 到今天這是什麼 有沒有一百多點 從10994今天殺回多少 10750是不是200點的行情 從上禮拜全面轉空 到今天是不是200點的行情送給你 有沒有 那你上禮拜你不了解 主力籌碼結構轉空 對不對 你不懂第五波 你不懂末身段 你不知道行情會灌破上升趨勢線 你怎麼賺得到這200點 你賺得到嗎 你上禮拜你的老師還拼命看多 拼命做多 到今天200點 你也賠200點 那你從上禮拜聽張老師的話 到今天這200點的行情 不又送給你嗎 這賺錢不是很輕鬆嗎 所以主力籌碼結構很重要 你一定要知道 好不好 那主力出貨 接下來是要轉空 下跌修正的嘛 對不對 來看一下 從上禮拜跟你講什麼 7月23號有沒有告訴你 加入LINE都告訴你 824轉空 全國同學 830有沒有帶你空 到了10點鐘還在836 24號828還是空 全國同學9點8分835附近 還是麻煩你要空喔 麻煩你要空喔 接下來會向下修正 跌破上升趨勢線喔 所以上禮拜苦口婆心 835啊 附近趕快空 7月30號昨天一早 835附近還是叫你空 有沒有 有沒有 昨天一早 賴是不是告訴你 跌破上升趨勢線啊 趕快空嘛 要拿錢了嘛 今天有沒有錢 今天台子一早有沒有錢 你回答 殺刀10674 麻煩你告訴我 160點 一口3萬 五口是不是十幾萬 那你從上禮拜 你跟你的老師拼命做多 你到今天有錢嗎 很多老師拼命做多 拉回都是多 對不對 昨天也拼命多 那今天一早 殺到10674 全部挺損 你懂嗎 所以你不懂 主力衝法結構 你的老師從上禮拜 就拼命帶你接多 那今天不是殺得你灰頭土臉嗎 好不好 那從上禮拜 你看你聽張老師的話 主力籌碼結構告訴你轉空 而且預告一定跌破上升趨勢線 對不對 一定要跌破的嘛 有沒有破 對不對 是不是乖乖的200點送給你 好不好 今天一早 是不是 急殺 10674 是不是160點 一口3萬 好 短線急殺了快200點了 對不對 那來到10700附近了 好不好 那開始會有跌升怎樣反彈 會有跌升反彈 聽清楚 短線急殺了快200點 面臨前低10700附近 會有跌升反彈 這是震盪結構很正常的現象 好不好 所以短線的操作 來 今天全國LINE的同學 有沒有 對不對 我們AI城市昨天在10801還在空 今天是不是120點 殺到674 昨天10801在空 今天10702 短多 來看一下 我們的AI城市軟體都清清楚楚 來看一下 先從上禮拜24號有沒有 828 835 24號都一直叫你空 30號835還是空 今天一早160點 來 今天AI城市有沒有 昨天801還在加空 今天是不是殺了120點 今天10702 短多 來看一下 導播拉下來 我把光線調強一點 讓你看 對不對 來 手機板 來看一下 昨天10801還是加空 導播下面一起招 有沒有 AI城市一空下來 這是短線的 今天殺到10674 是不是120點 那今天呢 10702怎樣 短多 有沒有看到 所以AI城市就這麼清楚 昨天 短線操作 一空下來 120點 今天700 短多 拉到多少 是不是談到1074幾 短多今天是不是40點 從昨天一空一多 轉空下跌120點 翻多 小潭40點 多空兩趟 你只要看得懂 藍跟紅 對不對 翻綠 綠跟紅 翻綠就是空 翻紅就是多 昨天先空再多 120點 翻多40點 兩趟你告訴我 160點 有沒有問題 沒錯吧 對不對 所以昨天801 一空下來 120點 今天702短多 上來40點 所以從昨天到今天 先空再多兩趟 也有160點的行情嗎 好不好 那還是一樣 特別注意 整個中期向下修正的結構 沒有改變 對不對 向下的結構改變 沒有改變 短線面臨10700 不排除跌升 從上禮拜到今天跌了快200點 跌升會有反彈 但是反彈上來還是一樣 還是要空 好不好 所以反彈上來 還是要找避險空點操作 好不好 短線擊殺了快200點 當然跌升會反彈 那AI城市今天也告訴你了 在700附近短多 那也彈了40點 一口也8000塊 但是彈上來還是特別注意 彈上來逢高 還是要找避險的空點操作 好不好 因為這個行情會向下 怎麼樣 來回震盪 不斷的怎樣 向下怎樣 向下探底 好不好 特別注意 整個籌碼結構轉空 是沒有改變的 好不好 只是短線跌了200點會反彈 彈上來再空 好不好 來回這樣操作 你可以把握到整個 轉空的這樣一個結構 好不好 恭喜大家了 到今天 上禮拜 對不對 其實我們要空下來 到今天就已經快200點的行情了 好 那股票還是一樣 籌碼結構很重要 那從5月底全力全力全力做多 對不對 目前已經是末生段 所以股票 有的還在漲 但是有的股票 末生段已經開始轉空了 所以現階段的股票操作 已經不是像我們從5月底 當時全力做多 有沒有 穩貌玉君光 全力帶你做多 康控 現在漲了快800點了 所以有的股票你要特別注意 籌碼結構轉空的你就要空 有的還在漲 有的已經轉空了 好不好 像我們這一波送給大家的三洋半 有沒有 從40多塊 對不對 無線藍牙耳機的 從40多塊噴到七字頭 那這還是強多的結構 好不好 三洋半整整波段已經大漲了快要七成了 大漲了快七成了 目前還是強多的結構沒有改變 再來跟大家報告 康控從130公到了190 對不對 130公到了190 有沒有 大漲60塊 馮高已經告訴你把握獲利了有沒有 你看今天是不是再殺回140塊 所以有的股票漲多了 你要注意籌碼結構轉空 它是要跌的 好不好 康控是不是 反手又擊殺了40多塊 你不要傻傻的上來 對不對 只會做多 那疊了怎麼辦 好不好 那一路送給大家的四星 從75塊 有沒有 第一波段漲到100 大漲了20多塊 拉回87塊再買 再供107 又漲了20塊 兩個波段 是不是讓你大漲了將近快50塊 好不好 那短線馮高要懂得調節 好不好 那四星馮高 懂得稍微獲利的操作 開始高檔進行整理 再來我們從200多塊 送給大家玉君光 有沒有 200多塊 你看看 公到450 已經告訴你 這已經是高檔怎樣 高檔震盪的結構 馮高要懂得出貨 所以玉君光從450 還跌到了390塊 好不好 那短線 對 玉君光還是要特別注意 高檔震盪的結構 好不好 不要輕易的去搶高 好不好 那震盪整理 一旦結束 對不對 缺口也被跌破了 好不好 再度跌破缺口支撐的話 那 玉君光就麻煩了 要特別注意 好不好 要特別注意 穩帽也是一樣 從150 你看一口氣也是漲 大漲 快漲了一倍了 好不好 那來到278 可以看到這一個禮拜 已經開始怎樣 震盪無法突破全高了 所以要特別注意 高檔震盪整理完畢的修正的動作 好不好 穩帽一定要特別注意一下 不要去追高了 來 神盾你看看 6462 從200 200塊 帶你一路操作 對不對 一口氣漲到260 來到260 是不是跟你預告主力籌碼轉空 主力籌碼轉空 你看看今天神盾 又殺回200多塊了 又殺回209了 有沒有看到 所以股票你不要 爆上又爆下 那是沒有用的 爆上要懂得賣 主力籌碼轉空 要懂得放空操作 你看看穩帽 神盾 是不是又殺了50多塊了 好不好 今天再下殺 再來一再一再警告你的美律 美律 這跟你講了很久了 有沒有 第一波段150 嘎到180 從180 一再警告你轉空 轉空 轉空 你還不相信 警告你轉空 你看看美律今天 多少 146 破底 再度破底 所以你不要 老實說 行情還是多 有的股票已經破底了 你知道嗎 好不好 所以轉空的股票你要懂得 主力籌碼轉空股票 要懂得怎麼樣 轉空操作 像美律 今天 再度下殺破底 破底 新巨科一樣 3630 從100 漲到130 對不對 拉回來 有沒有 要特別注意 新巨科 如果100再跌破的話 就很麻煩了 100塊要是支撐跌破 就很麻煩了 投資朋友 我給你點到這裡 所以有的股票你要特別小心 它籌碼結構的改變 齊鴻也是一樣 這一波散熱模組的齊鴻 對不對 從30 漲到了47 大漲5成 有沒有看到 籌碼結構轉空了 有沒有看到 昨天跌停 今天再殺39了 前波低點 已經開始怎樣 開始有跌破了 你要注意 好不好 這個整理 這裡 前波的一個籌碼換手區 再一跌破的話 齊鴻就要陷入麻煩了 好不好 手上有齊鴻的 你也要特別注意 建策一樣 3653 建策從90多塊 工到140 對不對 上禮拜很多這些分析師 要拚命追 那你到今天怎麼辦 特別注意 今天再度創短線的低點 好不好 殺到120多塊了 十張20萬 再殺 找這樣的結構 還有低點 你要注意 聯亞 有沒有 3081聯亞 這一波也是 從200 達到了多少 280 有沒有 但從280 開始整個籌碼結構 轉空了 有沒有看到 轉空了 有沒有看到 今天 再殺 240 好不好 所以上面的人 已經全部套牢 好不好 手上有聯亞的怎麼辦 趕快來找張老師 好不好 上個月 去追聯亞的人 今天全部套牢 好不好 這種結構怎麼辦 趕快來找我 你腦袋要清楚 台光電 台光電 來 CCL的 這一波也是很強 從70 嘎到了120 對不對 但是這一禮拜 已經開始出現高檔震盪了 高點無法突破的話 大盤隨時會向下修正 股價隨時會修正 你要特別注意 洪捷科也是一樣 這一波都是很強的股票 對不對 從40多塊 達到人家76塊 很強 但是這一個月 已經在70多塊 開始怎樣 高檔頭部震盪 甚至有出貨的動作 特別小心 好不好 手上有洪捷科的人 這個地方 一旦跌破的話 行情會向下的轉空 特別注意 所以很多 檯面上沒有老師 像張老師這麼認真的 跟你講這麼多股票 好不好 瑞玉一樣 來看一下瑞玉 對不對 瑞玉這波也是很強 從100多塊 一路嘎 嘎到240 但這一個月 你已經親眼看到了 對不對 這個月 240 230 去買瑞玉的人 今天204了 我跟你講 再破低點 這還有低點 我先提醒你 好不好 你不要以為瑞玉疊完了 所有這一個月 240追瑞玉的 今天全部套牢 這很少有人這麼認真 我跟你講 一般老師根本搞不懂 每天都互動你 還有行情 還有行情 拼命買 買到最後滿手套牢 你看上個月買瑞玉的人 是不是全部套牢 對不對 群聯也是一樣 多少老師 這一個月來 對不對 拼命講群聯 你看看 從340今天 一根長黑 殺到290 殺了快50塊了 懂不懂 這個月去買群聯的人 10張你就賠了50萬了 手上有群聯的你怎麼辦 手上有瑞玉的怎麼辦 好不好 趕快來找張老師 趕快來找我 好不好 只有我能幫你 再來你看美食生技股 有沒有 前兩禮拜 你看多少節目 跟你吹生技股 你買啊 你買 你買美食給我看看 兩天崩了兩支跌停 投資朋友 你很痛 從120多今天殺到97了 10張30萬就沒有了 好不好 所以大盤這個地方 要特別注意了 末生段跌破上升趨勢線 我從上禮拜已經警告你了 對不對 上禮拜這裡已經警告你了 要向下破線 破了沒有 有沒有 是不是殺了快200點 有路股票已經開始在殺了 你懂不懂 所以真的要清醒過來 所以張老師今天 特別特別特別 好不好 從上禮拜就預告了 第五波末生段了 1099是要懂得向下 避險放空的動作嘛 那我們今天啟動 即刻救援 我知道很多投資人 你摸摸問問良心 你們手上已經80%的股票 開始套牢了 不管你抱群年 抱瑞育 抱美食 對不對 這個禮拜已經疊得灰頭土臉 抱齊鴻 都是一樣 趕快來找張老師 手上持股趕快來找張老師 只有張老師可以帶著你 該怎麼做 好不好 給你明確的方向 趕快加入我們的行列 即刻救援 手上持股趕快撥電話進來 好 免現金的時代來臨了 接狗支付 Light Pay 開錢包 全個折抵無上限 郁郁控 Happy Go 八十點限折二十元 往內亞洲萬里通 每趟回饋十里數 一集開啟五五六八八APP 點數折抵最滑散 華信投顧 我們用最高的標準 嚴選優質的分析陣容 我們以最誠信的態度 提供每個客戶 最高品質的投資建議 誠信專業負責 引領您投資市場 反敗為勝蓄積財富 投資的事就是華信的事 華信投顧 02 239 239 888 02 239 239 888 華信投顧 我們用最高的標準 嚴選優質的分析陣容 我們以最誠信的態度 提供每個客戶 最高品質的投資建議 誠信專業負責 引領您投資市場 反敗為勝蓄積財富 投資的事就是華信的事 華信投顧 02 239 239 888 02 239 239 888 華信投顧 我們用最高的標準 嚴選優質的分析陣容 我們以最誠信的態度 提供每個客戶 最高品質的投資建議 誠信專業負責 引領您投資市場 反敗為勝蓄積財富 投資的事就是華信的事 華信投顧 02 239 239 888 02 239 239 888 好可樂 既 Fußball 好 主力籌碼結構很重要 你掌握主力籌碼結構 你才能掌握大波段的倍速獲利 好不好 上禮拜1099歲 已經公開預告第五波陌生段 全力向下 要懂得避險空 會跌破上升趨勢線 有沒有 這禮拜跌破了沒有 投資朋友 大家自己用眼睛見證 張老師沒騙你吧 上禮拜領先預告放空 到今天是不是將近快200點的行情 台子是不是殺了快200點 好不好 又是200點的行情送給你了 短線跌升 醞釀反彈 跌升 醞釀反彈 但是彈上來了還是一樣 逢高還是要懂得避險放空 因為這個行情會不斷的震盪修正 懂不懂 持續的下探低點 還有低點 我給你點到這裡就好了 不能講太多了好不好 股票一樣 有得多 像森陽辦還在創破斷新高 有的股票就開始轉空了有沒有 康空是不是大跌 四星開始修正 有沒有 裕金光也修正 文貌也開始高檔修正 神盾還大跌了 快破底了 美綠今天還破底了 注意一下 新巨科100跌破就麻煩了 齊鴻是不是重挫 建設大跌 聯雅大跌 台光店要修正 洪捷科 瑞玉今天重挫 群聯大跌 特別注意 美食 兩天快兩支跌停板了 所以極客救援好不好 手上套好股票 趕快來找張老師 只有看得懂專業的老師 才能幫助你 懂不懂 每天在那邊騙你 還有大行情 害得你滿手套牢 趕快 極客救援 手中持股 撥電話進來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創意比賽 精彩運動 滑線投顧 我們用最高的標準 遠選優質的分析陣容 我們以最誠信的態度 提供每個客戶 最高品質的投資建議 誠信專業負責 引力您投資市場 反敗為勝 蓄積財富 投資的事 就是滑線的事 滑線投顧 02-239-239-88 02-239-239-88 滑線投顧 我們用最高的標準 遠選優質的分析陣容 我們以最誠信的態度 提供每個客戶 最高品質的投資建議 誠信專業負責 引力您投資市場 反敗為勝 蓄積財富 投資的事 就是滑線的事 滑線投顧 02-239-239-88 02-239-239-88 滑線投顧 我們用最高的標準 遠選優質的分析陣容 我們以最誠信的態度